就很開心可以旅外吧 然後就是增加一些自己的精力 然後接受更高的挑戰這樣 然後當然難度我覺得比就是更有競爭力啊 然後但是自己還會努力去適應那邊的環境這樣 就是我覺得最震驚的點應該就是觀眾吧 然後就是我們主場雖然不多人 但是有時候去到客場就是 就是會被那邊的球迷充分的就是壓迫到 然後就是因為現場人都一萬五一萬六的球迷 然後整場球都在呼喊他們的組隊 然後就是造成我蠻大的壓力這樣 日常生活我覺得就是他們那邊的球員 還有就是教練就是講話就是講得非常快 然後讓我就是每次都聽不太懂 然後都有可能要聽個兩三次然後才是真的聽懂 就是偏油偏辣然後也讓自己點不習慣的 然後也是嘗試在適應這些東西這樣 就可能會吃比較清淡的東西 就吃個麵包啊之類的 啊就是菜的話那些就比較少吃了 因為真的有些菜真的是蠻油蠻辣的這樣 很開心就是能夠為這個團隊再進一分力 啊只要這個團隊需要我那我就會回來 畢竟我是因為國際賽然後才讓其他人看到我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團隊永遠是第一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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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一個團隊永遠是第一條 你可以提出囃子